脚底按摩店内 师傅挤上乳液用力捏 客人脚踝小腿 通通要按到顶位 但按着按着 客人Kimoji似乎不太对 脚痛的缩了一下 马上又被师傅拉回来继续捏 最后客人实在受不了 双脚全都缩回来 挥手表示真的太痛了 师傅本以为是力道拿捏不对 事后才发现 自己竟然因此被告上法院 爆发纠纷的脚底按摩店 就位在台北市东区 这里寸土寸金 来的客人也很尊贵 当天日本某株式会社的社长 独自一人来按摩 按着按着 却觉得师傅力道太大 但双方似乎是因为语言隔阂 导致沟通出状况 师傅似乎没察觉 这名社长已经hold不住 继续用相同力道按摩 最后导致对方小腿肌腱炎 哀搞过时伤害 师傅按的过程 可能客人自己本身 可能也有反抗 可能他就觉得 会造成有一点不舒服 其实我们公司都愿意去 就是负责就对了 店家认为 当时的确和日本客人 在沟通上出现问题 才不慎导致对方受伤 但第一时间就有询问 要不要就医 没想到还是哀搞 无奈客人坚持提告 最后检察官也一过失伤害罪 将师傅起诉 起诉的理由在于 按摩的力道因人而已 本件客人已经有喊痛了 而且没有去特别留意 所以因此造成的受伤 按摩师需要付过失伤害的行者 幸好社长事后撤告 纠纷也告一段落 但按摩按刀被告 也是店内头一遭 将来面对外国客人 恐怕也得更谨慎面对 三星的核梦9有淘汰报道